我們優勢德公司 最后的一些 我們學范圍的水晶體 讓醫師們可以邊享用 邊聽一下我們優勢德 在近期有推出一些 新的產品 首先我非常謝謝各位醫師 利用你們寶貴的時間 來到我們優勢德的參會 非常的感謝 我們優勢德公司今天 基本上我們都是代理相當優質 而且具有競爭性的產品 給我們第一線的醫師 那在今天部分呢我會針對 就是我們優勢德公司 全系列的水晶體 做一個分享 首先我們在PPT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公司 也在這個水晶體方面 有做非常的嚴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水晶體的部分 我們是來自於歐美的各個國家 在當地相當有口碑的水晶體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PPT 好 那我們的PPT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PPT的畫面 原則上從健保片 單焦點 短焦 雙焦 長焦 跟這個三焦點 以及我們最特殊的一個疊價式水晶體 我們優勢德都已經帶領的相當的齊全 我想我們公司的水晶體 目前已經非常符合健保署的價格帶的水晶體 那為的就是要提供給我們的醫師呢 在病人不同的需求 給他們做最好的選擇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這是健保片 我們健保片是來自於美國Tekia的這家公司 那它也是全台灣目前唯一綠藍光的黃片的 黃色的這個健保的水晶體 那我們知道說健保片基本上它都是透明片嘛 那如果說我們第一線的醫師看到病患 他如果覺得我想用健保片 那我希望能夠有沒有綠藍光啊 然後我想要有黃片的需求 那非常歡迎我們的醫師 可以跟我們當區的業務來做接洽 我們優勢德有提供這個Tekia的水晶體健保片 他是來自於美國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單焦點 單焦點水晶體 他是來自於全球的第二大水晶體製造商 那他目前是來自於瑞士的製造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單焦點部分 他是輸水性的一載型的水晶體 所以置入非常的方便 那雖然他是做這個單焦飛球面 可是原廠一點都不馬坡 因為他的ABNAP的係數有高達58 也就是說他的對比敏感度是高達58 也是業界最多的 那就是說病人在使用起來的話呢 就是說他的對比敏感度啊 這個色澤的飽和度會最漂亮 那他的材質呢也不會產生 產生這個 相比泡泡或一泡的形形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 這是RUCIDIS雙焦點 剛才我們主任已經有非常精彩的分享了 那他是來自於瑞士 然後他是透過專利的全食對焦 因為他完全不做落色 所以完全不會有夜間炫光跟色散的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 就是在我們明年2023年 直接要推出的一個 新型的預載型的長鹽焦的人工水晶體 它其實是 它叫做ELON 也是來自於群球第二大製造商 MediCounter 那它是這樣 它其實跟我們市場上 VDL股的VVT是非常的類似 它的設計原理是非常的像 那可以看到 就今年的期刊 ELONTIES 也有這對我們營動的這個產品有多做介紹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設計的原理 基本上它是透過一個特殊的設計 叫Wed Rock Rating 這樣的設計 然後可以看到 右手邊的下面 它是有做焦距延長的效果 那在左手邊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Refriting的Zone 它是非常的Smooth 那我們可以看到 水晶點這邊它完全不做落色的設計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的色散的問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ELON的產品跟市場上的VVT 它們的MTF光學品質的一個比較 可以很明顯 它的光學品質的比較 它其實是非常的接近 可是可以看到 我們的MediCounter 所出的ELON的這個 長焦段的這個PRO的水晶體 它的光學品質 還是有略勝VVT一籌這樣 好 那這是成焦的它的離焦曲線 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它的離焦曲線非常的頻寬 所以這個是 目前我們的 明年會推出的 2023年的長焦焦 也歡迎醫師可以期待一下 好 再來我們就是看到我們的三焦點 三焦點也非常 謝謝剛才的許主任為我們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三焦點它的水晶體是來自於瑞士 也是MediCounter這家公司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七圈落色的三焦點水晶體 那基本上它這圈落色可以降機我們夜間的不作用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實驗室透過雷射光 它就是做一個虛擬的模擬 透過水晶體的部分 打到室網膜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左上角是Liberty Liberty 你可以看得到它基本上它沒有什麼光的干擾 所以它在室網膜上 投射上去是很清楚的 可是在其他家的部分的三焦點 你可以看到因為它基本上它 落色圈數是非常的多 可能在水晶體上面的 它的光學區可能就是巴澤或是滿板 所以你看到它的光線的干擾是其實是會有的 所以為什麼有許多的醫師 他不想要做這個三焦點的水晶體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它一下離交曲線 那有些醫師就會問 你們的三焦點只有做七圈落色 那一定你們遠中近的相對的一定會沒有那麼好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離交曲線的部分的表現 這離交曲線如果醫師有興趣 今天在參展的時候 我們手上都有拿到目標 它有QR 控 那都可以掃描的 看得到它的離交曲線的情形 那公司幫它做一個比較 紅色是我們的Liberty 那其他藍色黃色跟其他就是Penatis 還有Begion 我們做個比較 基本上可以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離交曲線跟就是遠中近 都會提供很不錯的 非常非常棒的這樣的一個事物的能力 可以看得出來 這離交曲線其實比其他家的都比較出色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的醫師可以很放心的 我覺得我們相當有信心這次Liberty 基本上我們覺得說 只要病患它有這樣的預算 它又像事物能力 它有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Liberty真的是醫師很好的選擇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我們公司 優勝的公司 今年2022年相當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它是推出了一個Synthesis Plus的一個 全系列的一個水晶品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這個產品 在台灣上我們總共有三個產品 就是這是短岩膠的產品 左手邊它是單膠散 中間的這個是短岩膠 右手邊是短岩膠的散光 那這個全系列的產品呢 基本上它都是法國製造 然後它是預載型的人物水晶體 所以基本上就是解決了這個醫師在做裝飾 它有時候會覺得困擾 所以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是世界上唯一目前最小的傷口 1.6mm 好 那我們想要就是想要知道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Synthesis Plus 短岩膠 到底跟其他家的這個 市場上的短岩膠的產品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Optical Design 它的光學設計到底有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我們短岩膠Synthesis Plus 這個部分的設計喔 它是由兩個ROM來組成的 那ROM2的部分 它是水晶體的基底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ROM1的部分喔 基本上它在中心點喔 它有加入一個Additional Power 那在Additional Power呢 是它的一個中心的 所以它的Transition會非常的適合式 那這個Additional Power的部分呢 也是我們原廠專利的設計喔 好 那你可以看得出它基本上不做烙色 所以它不完全不會有一些色散的一個情況 那再來就是說呢 那它除了就是說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狀況之外呢 就是說其實呢 我們很重要的是 會選擇EDOF的產品的醫師呢 就基本上我們會知道說光學的品質喔 大概是有分為兩大類 就是對於EDOF 那第一類呢 就是Deflective類喔 類似像Symphony這樣的產品 那第二大類呢 就是像我們Reflective類 像是iCans的產品喔 那你就知道 Symphony它基本上還是做烙色 那烙色的情況之下 就會跟市場上的三焦點啊 這些烙色滿版的這樣子 會有夜間互作用的情形 那所以呢 大部分的醫師 如果要選擇EDOF的產品的話 他會選擇這個球面相差 就是Symphony operation這樣的一個部分 但是因為球面相差的比較可惜 比較缺點的部分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做焦距延伸太多 所以為什麼市場上iCans的產品喔 它的焦距延伸比較短的原因 是因為它如果把這個焦距延伸做的太長的話 就會造成它視覺品質下降 那我們這個Symphony plus 短年焦 它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焦距延伸比iCans還來得好喔 原則像我們剛才有說到 它是中心點 它將加入一個Additional Power 這樣一個專利之外呢 其實它是利用第四階 跟第六階的高階球面相差 因為它第四階跟第六階的高階球面相差呢 它剛好是一個Opsey的Sight 剛好是一個顛倒的一個Sight的部分 所以它們可以互相抵銷而造成焦距延伸 而保有它的視覺的品質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它的設計呢 也是很像這個Laser的Studio 基本上所以它的部分 設計的部分 它在Transition的部分 是非常的Smooth的 所以這邊是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Symphony plus的部分 剛才有說到有專利嗎 那這邊是它的專利的號碼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比較 我們的Symphony plus 跟單膠非常比起來 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的膠段是 非常有延伸的效果 那這樣的效果 對於這個Refrated error呢 其實它有非常高的Tolerance 所以就是說 有些病呢 他覺得說肚子即便是差了正過50度 病人感覺上也是會感覺到非常不錯 那也因為這樣的效果呢 所以很多醫師呢 他都會使用MICOM MOMO Vision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隻眼睛做零度 另外一隻眼睛做50度 所以就會達到非常不錯的 看與看清的效果 好 那這是我們的Synthesis plus的這個水晶體 你可以看到它的長相 它是有四隻腳 好 那這是它的這個Refrated zone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焦距延長的一個清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離膠曲線 離膠曲線我們的出處都在下方 就是說可以去QR後 掃一下它的離膠曲線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做離膠曲線 拿這個Synthesis plus 我們來跟單膠飛球面 還有市場上所謂的EDLF的產品 來做一些比較 那紅色的部分是Modafocal 那我們可以看到淺藍色跟深藍色 它是ICANS跟ISOPURE的產品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ICANS跟ISOPURE 基本上它都已經比單膠飛球面來得有焦距延伸 其實效果已經相當不錯了 但因為國際上它把這個ISOPURE跟ICANS的部分 它不是把它當成EDLF 它其實是把它當成是Modafocal Plus 那所以它是Modafocal Plus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看到它離膠曲線 其實基本上已經比單膠飛球面來得很 焦距延伸蠻多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市場上 就是國際的市場上比較認證 焦距延伸的產品是VIMITI 就是綠色的這一條 那我們的產品是CISIS PLUS 是黃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就是 我們的產品跟VIMITI 它的離膠曲線是走得是蠻近的 那它可以提供不錯的遠距離 也有不錯的中距離 還有一些功能性的近距離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VIMITI的產品 它在市場上定位是長年交 是收七萬五 那我們CISIS PLUS的水冰品 我們在台灣的把它定位是短延交 所以我們想對於病人來說 它可以用透過四萬塊這樣的區間 可是它可以提供它有一個很好的 遠距離中距離 然後還有一些不錯的近距離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CISIS PLUS的這個很特殊的一個 部分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是在水晶體的部分 這個10度到30度的時候 原廠會提供0.25一跳 也就是說 可以透過這個0.25一跳 可以更好的一個矯正 那這也是原廠 非常Blendly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 我們這支的水晶體 它會隨著病人的囊帶的大小 而自動的SIZE會做調整 因為我們通常的Capsule Size 大概是在9.8到10.9 那這個原廠它的設計 會依照病人不同的囊帶的需求 提供不同大小的水晶體 所以它算是非常偏心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國外的醫師 在ESCRS 他做了一個臨床的報告 針對這個CISIS PLUS 它的一個感受度是如何 因為他有講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新型的EPOF 那基本上這位醫師呢 是BVIA跟Visio IOL的consultant 他也是蔡司的consultant 那所以他是長期在使用ISOPIL這個產品 那他就發現說 因為ISOPIL這個產品 到底都我們的這個SYZE Plus 產品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他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現說 其實他有 這個是他做出來的一個 就是說ISOPIL跟SYZE Plus 的一個零交曲線 所以他就感覺到說 其實ISOPIL 他其實我剛剛有說到 他其實算是一個Monochloric Plus 可是呢 他就覺得說 我們SYZE Plus 進來 我們SYZE Plus 這個水晶體 進來看履教學線 比ISOPIL還得來得更好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的結果就覺得說 我們這次的SYZE Plus 水晶體其實在短年教的表現當中 真的是相當的出色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另外一位 在2021年的醫師 他也是在做一個 臨床的一個報告的研究 那他就發現到說 這個 我們的新型的 這個EDOF的這個產品 他也來做一個 想要來看看他 到底他的狀況是如何 所以呢他就是 有找了16個病人 27隻眼睛 來做一個 來做個研究報告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 result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他 result的部分就是說 基本上他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 遠距離的視力跟近距離的視力 也就是說 遠距離的視力在最佳矯正之後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畫面上 大概八九成以上的視力 都可以達到 0.8到1.0 那近距離的部分呢 其實在最佳矯正之後呢 他大概也有五六成六 0.6以上的水準 那體面上用到我們的產品 如果還沒有最佳矯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可以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他大概都有九成以上 有0.6以上這樣的水準 所以這個醫師他覺得 其實他真的是還不錯耶 提供近距離有一個 不錯的功能性 那這是他的離交曲線 可以看到出來 也是非常平凡 那所以呢 這醫師呢 他就說到就是說 這隻水晶體的裏造 他就覺得說 他基本上啊 他可以提供一個 就是蠻不錯的遠距離 然後呢 也有提供不錯的中距離 那甚至近距離的部分呢 他也提供一些功能性的近距離 那他也說到就是說 如果呢 很多醫師如果可以用那個 Minofocal Monofusion的這個 Approach的這樣一個做法的話 就是一隻眼睛流0度 另外一隻眼睛流50度的話 就會加 就讓病人更感覺到 近距離真的是能夠提供 看影跟看鏡的一些效果這樣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就覺得說 咦這隻C7 plus 真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damages 以爬是一個功能性的 一個近距離的水晶體 那以上呢 我憲美是我們這個 短研加 ale 他的一个设计 目前在我们公司呢 已经进了完整的短延交的产品度数 那非常欢迎医师呢 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当区的业务来做洽询 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水晶体来给我们医师做使用 那最后呢 我要讲到这个叠加式的水晶体 它非常特别 那叠加式水晶体呢 它是来自也是我刚刚所说的 它是第二道的水晶体制造商MediCounter 那叠加式的水晶体我们知道早期也有出 比较有出这种叠加式的水晶体 但是它是做的脚位跟我们这个叠加式的脚位 非常明显看出来它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脚位是四个loop 所以它基本上是放在萨克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非常好置入而且不容易做旋转 那也就是说呢 早期的病人他可能是用单胶点 单胶非熟面的残明或者是他用健保片 那就发现说 用了之后就是当时可能十几年 但是太久的时间的时候呢 他发现说 我没有太好的胶点可以做选择 可是他又发现说 我代老话也其实是真的非常困了 那我们知道手术过后很久 也不可能再做二次的水晶体制惯嘛 所以我觉得提供这一家叠加式水晶体 就可以提升病人这样的升级的可能性 针对就是说 如果他在矫正过后呢 发现了步骤的误差 或者是他觉得以前呢 他想做健保片啊 或者是单胶非熟面啊 他觉得说他想要做一个升级的动作的话 我想我们叠加式水晶体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需求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支叠加式水晶体呢 他到底是影片是怎么样来做法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晶体 这支水晶体它是一个四方级的 没有四个角的路口 那基本上呢 因为它是做四方形四角的路口嘛 所以它基本上呢 是不容易旋转的 尤其在做散光矫正的过程当中呢 不容易旋转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比较 就是跟重逢的水晶体 它的四个角是相对的稳定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基本上它也不会卡到红膜 而因为它是四边的情况 那支路也非常的方便哦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画面 就是说从做了一个Mapro之后呢 我们就从Mapro机器 打入到SAC指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用器械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方式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看实际的手术的影片 好 这个病人呢 它是一个计划性的一个两阶段的手术 它因为它要确保最好的三焦点的度数 所以它在一个月前呢 接受了淡胶非熟面的散光的置入 那它也是选择我们Bifelix 刚才说的这个输水性的一载型的水晶体 那它做了手术之后呢 它就发现说它想要做这个迪价式水晶体 所以我们在囊带的水晶体的部分呢 我们先注入到玻璃体哦 我们可以注入满满的玻璃体 让它制造一点空间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注入到我们的迪价式水晶体 可以看到我们注入之后呢 非常的方便跟简单哦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把脚位哦 把它旋转到Iris的下方 让它确保它的脚呢 是没有弯折的琴弦 然后帮它做个旋转一个部分 然后确保它的脚呢 是平整 没有折到这样子 好 那如果确保是没有折到之后 我们就要移除人工玻璃体哦 好 那你要记得就是说 我们在囊带的水晶体 跟这个SACS的这个迪价式水晶体呢 中间有许多的玻璃体 一定要清除干净 尤其是边边角角的地方哦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与这个方耐心的呢 把这个移除它的玻璃体的部分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移除玻璃体 其实也是非常的轻松哦 但是假如就是要 一直干净 这样子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移除玻璃体之后 有很大的重点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迪价式水晶体 要做自中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透过显微机 可以看到它的反射光哦 所以要把它做圆圈圈 这个中心点的圆圈圈 要自中的一个对齿 在中间对里这样子 对 所以自中的动作是非常重要哦 那最后一个的病人呢 他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 他有发现就是 他有散光的情形 那他先做左眼 他要散光了三百 三百度哦 那后来呢 他就是后来在回眼回诊之后 他散光的角度非常不错了这样 那接下来他就取理右眼的部分 那右眼当时有两百二十五度的散光 那后来呢他处理之后呢 回省之后 他散光也是解决的非常不错这样 后来在呃 他在之后五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第一家式的水晶体哦 基本上散光的数据也是非常的正确哦 那收获之后回省也是觉得说很满意 那我们可以透过利息灯可以看到这两片水晶体 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两片水晶体中间还有保有空间哦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中心点非常的滞中 而这个病人在术后的第二天也非常的满意 就是说哎 近距离都几乎都看得到了这样子 所以他的他的 他放到Sakus 的位置哦 所以是基本上是非常好记录这样 好 最后就是我们公司有谁的公司哦 带你的乳化仪器的产品 以及全方位的同妹的一个检查的仪器哦 可以满足我们医师的需要 那再来就是刚才我学校的 他的水晶体的部分 在公司各样能够提供医师在不同的需求 从健保片一直到我们的叠加式水晶体 都已经被相当的齐全 还有他的眼科的 我们相对的一些细油啊 玻璃体啊 都有非常完整的提供 那最后呢 真的是很谢谢各位医师今天的力领哦 那真的是非常谢谢医师 用你们的鼓励跟支持 是我们优势的团队哦 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的努力哦 那在新的一年呢 也是用我们的医师呢 继续的支持我们 给我们多多的指教 让我们可以提供各种服务 给我们第一线的医师 那这次呢 在几单快新的一年 也祝我们的医师哦 身体健康一切顺心 那餐点可以大家一时慢慢享用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